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宜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7月5号星期天的下午5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的 现在已经到了炎热的7月的夏日 其实台湾的高温 一直在每一年不断的在往上走当中 那其实台湾因为处于比较高温 然后又湿热的环境 今天我们在节目内容当中 真的要好好的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说 现在是疫情已经比较趋缓了 然后大家都出去玩了 然后像我最近常去海边或是山上 都看到人潮又一波一波的来 因为我相信大家已经闷太久 但是因为台湾在夏天 真心真心的非常热 希望大家到户外去玩的时候 无论你是要穿比基尼 或是你要到山上去爬山的话 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要注意温度之外呢 其实要多补充水分 我们真的不是说 今天节目要吓唬大家 我看了一份资料 我吓到之后我就想说 今天应该请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 到底呢 中暑这件事情 比如说这两个字 大家可能在夏天都很常听到 或者是热衰竭 但是这两个名词到底怎么分辨 而且哦 真的不是真心要吓唬大家 你知道中暑啊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 它致死几率还不低耶 好我们今天当然要请到 专业的医师来跟大家好好聊聊 我们邀请到的是 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急诊医学科的主治医师 高伟峰高医师 高医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高医师今天要借奏您的专业 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比如说像是我刚刚提到了 就是因为热这件事 造成的伤害 因为您一直在急诊室服务嘛 那相信您也很多的经验 比如说现在是在高医师 是不是常常在马拉松 有负责支援之类 都在做些什么事 就是负责整体的这样的医疗的 这个规划跟处置 那通常哦 在夏天的时候 民众会真的会因为 比如说中暑或是热帅截净 急诊室比例很高吗 是的 之前我们的研究在医院里面 其实五月到九月这段期间 急诊的这个体温超过四十度的 这样的病人就是明显的增加 比其他月份就明显从五月开始 是六七月的时候算是蛮高风吧 对 可是大家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造成体温过高 简单来说啊 就是我们身体 我们一个有产热的这个机能 再来呢 我们环境 就是我们产热大于散热 热没有办法散失的话 然后产生伤害 就会产生所谓的热伤害 哦是 这医师你这样讲 我才觉得有学到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正常的机能 是产热功能比较好 散热功能比较差 是这样子吗 我们正常身体就会产生热量 这样才能对抗寒冷 对 但是呢 我们身体也有一些散热的功能 对 在热的环境中要把它散掉 这样不会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身体散热功能 应该就是在皮肤表层 是这样吗 我们皮肤表层这是其中之一 比如说我们让血管扩张 让这个体温很容易散到 那个环境当中 是 那当然最简单 最重要的一个散热功能 我们就是如果遇到 刚刚你又提到 我们如果天气很热的时候 我们会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对 但是有时候工作没办法 对啊 其实很多人哦 我真的觉得 就是比如说劳动的朋友 有些真的是工作没办法 有时候我看到中午 大家路边在修路 我都觉得 天哪 夏天的修路 那个政府都已经亮红灯了 然后你们还在修路 就觉得好辛苦 可是我相信 台湾有这样的劳动朋友 其实还算蛮多 没办法避免 无可避免的 因为是要工作养家活口 怎么办呢 那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防止 一般我们简单说 大概有四种散热功能 那我们整个在预防跟治疗 都是用这主要的这四种散热功能 嗯 第一个叫做辐射 辐射 就是我们的体温啊 嗯 跟外界的 我们外界的温度比较低 对 我们体温 比如我们体温37度 外界的温度是25度 我们那个热就从身体 传到这个我们的环境当中 哦 那这个一般我们在 一般的状况下 大概大概六成以上 都是由这样的功能 来传输 了解 这叫辐射对不对 对叫辐射 但是当然如果这个气温啊 如果高到32度以上 对 这个辐射的功能就就不好了 嗯 那甚至你刚刚有提到 家庭这个外面的气温38度 对 那实际上这个辐射 并不我们的身体 完全没有办法辐射到周围 对 反而是由周围 传到我们身体 就是周围来影响我们 对对 了解 那第二个呢 叫非常重要的 叫做蒸发 蒸发 所以我们会 在热天的时候 我们会抬汗 嗯 那 而且这个在热天 很常会跟朋友说 我今天中午出去买个便当 我要人间蒸发 对 而这种 这个蒸发这个作用呢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知道大概 我们的水啊 从一克的水 从零到一百度 才一百卡 嗯 对 但是呢 一克的水 从液态变气态 它是带走 我们之前学过 大概五百四十卡的 这个能量 嗯 就知道化学有多烂 哈哈哈哈 对 那一般啊 如果一 只要蒸发 一点七克的我们的汗水 是 就可以带走 一千大卡的这个能量 所以 蒸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 哎 可是您这样讲的话 嗯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跑步流汗 是会变瘦 是这个原理吗 呃 当然跑步 那个跑步流汗 要变瘦的话 还有除了这个 还有其他的 不是啊 因为医师您刚刚说 如果我是蒸发了 一点七克的汗水 我就会 身体可以代谢多 一千 一千卡 那很多哎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一个散热方式 了解 可是如果我们在 湿度很高的时候 台湾啊 大家觉得很闷 很闷的时候 就湿度很高的时候 或者快要下雨的时候 那时候的湿度高 蒸发的效果就几乎就不好了 嗯 我们汗水不容蒸发 嗯 所以呢 事实上我们曾经在 呃 我们好几好几次台北马拉松啊 以台北马拉松来讲 12月半台北马拉松 是 很多人中暑 其实中一个就湿度 就是 呃 湿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 12月耶 对 所以中暑不是只有在 在夏天 夏天哦 对 我们像 包括去年的这个台北马拉松 就好多人中暑 哦 是哦 对 那其实它温度也不算很高 才二十几度 气温 因为我想说二十几度来跑步 应该算是很 很平易近人的那种温度 对 但是我们一般我们有个叫热指数 嗯 就是我们一般的温度 加上湿度 嗯 这个所以湿度影响很大 如果在湿度百分之百的状况下 嗯 原来气温若三十六度 嗯 就会相当于六十三度的效果 哎呦 哦 这也太夸张了吧 对对 所以它湿度是影响很大的 那如果是就是在气温是四十度的时候 对 但是如果湿度百分之百 就相当于七十五度的一个状况下 很可怕哎 而且真的你不要讲哦 如果台湾的那个正中午中南部的夏天 有真的有可能每次都要飙到三十九点多 已经要破四十度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热的感觉会到的是 你刚刚是说 就一般我们体感温度 就第一个是温度 对 第二个就是湿度 了解 第三个其实还有风速 对 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 如果是今天风很大 大概就比较不容易中水 对因为我们的散热那个很好 是 你看我们电台有没有 在台北的盆地里面 台正中心好不好 就是热到爆的 然后呢 湿度又散不去 好不好 大家都闷在里面 所以湿度是高的 然后再来如果没有风 其实这个风险就更高 如果他去跑马拉松 就产生这个运动 这个风险就会更高 了解 一般我们这个体感温度 就主要是包括这三个部分 了解 好 刚刚医师有讲到说 有四个很重要的 这个功能指数 大家要参考 第一个就是 辐射 然后第二个是蒸发 那我很好奇 第三个跟第四个是什么 我们先卖一下关子 因为我们今天整集 都是要提醒大家 教大家一些医学的尝试 以及说 你在外面真的 如果遇到了中暑的情况 你该怎么处置 我们广告之后 再来请教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养鸡 我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劲 七月五号 星期天的下午五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沛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就要聊一聊 跟夏天要注意的热 譬如说 有没有 因为不注意啊 然后呢 热衰竭啊 或者是中暑等等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北医的 急诊室主治医师 高伟峰高医师 在我们现场 好 医师我们刚刚提到了 两个嘛 一个是辐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蒸发 那接下来两个是什么 一个是对流 我们刚刚说风 对 就是对流 它跟风速的这个 那个平方程正比 嗯 所以风速如果加强的话 散热的效果就更好 这个我想 这个大家都广为所知的 嗯嗯嗯 所以那如果在一个 没有风的一个状况下 实际上中暑的可能性 就比较大了 嗯 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 我们一般说传导 传导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摸到一个 比较冷的东西 我们的热就传到那个人的地方 一般是这四个 当然还有一小部分 比如说呼吸 呼吸 那个在狗的身上 大概重要性比较 比较重要 在人的身上 你说舌头的部分吗 嗯 包括 因为狗 狗就会 他们是靠着舌头在散热吧 对 在这个 又他们就有一个呼吸动作 包括气体的这个 这个传导 是是是 我们一般人 主要是前面的四种 了解 对影响比较大 那这个这四种呢 其实除了这个 大家了解它的这个原因之外 其实在我们在治疗 也是这几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意思说 治疗也是要依据这四种 来对症下药来治疗 对 主要是这四种 然后还有其他的 第一个就要先躲到 那个阴凉的地方 是 那如果说 根据在临床上 假设如果真的有人是热伤害了 根据这四种 会怎么去处置 好 我们第一个呢 假定 因为它的辐射嘛 如果是在热的环境 我们就到这个阴凉的地方 了解 它就这个辐射就会比较少 那第二个呢 就是蒸发 我们再会在身上洒水 在医院里面 就会给病人 洒水 身上洒水 然后呢 吹电扇 这样子呢 会加速它的这个蒸发的效果 了解 当然吹电扇 其实也是第三个 所谓的对流 对流 因为风速增加的话 它对流的效果也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说水的对流的效果 其实比那个空气也更好 所以呢 像也有所谓的这个泡冷水 这样的方式来治疗 那在 正在医学研究里面 其实泡冷水比这个 我们说的三风洒水 还要来得有效吗 更有效 泡冷水要怎么泡 泡脚就好吗 头露出来 就是身体放进去 像泡澡一样泡冷水 对一般建议像马拉松终点站 最好放一个那个小孩子 玩的那种 那种塑胶的游泳圈 充气的细水池 对对细水 你说的对 各大单位有没有听到 我们现在解禁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现在什么 有一些活动都可以开始办了 搞不好今年夏天 真的马拉松来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医师的建议说 真的是要放一个那个桶子 让大家泡一泡 对那种细水池 细水池 那就是真正那个 有中暑的就放进去 头露出来 其实可能很快就好了 所以那是最快的方式 目前那个降温的效果是最 目前是我们在医学上 这是最好的方式 了解 好 所以就是有这几种处置的方式 可是呢 其实绝大多数的民众 可能中暑这两个字 跟热衰竭都很常听到 可是听说这两个名词 是代表着不同的现象 是不是 如果根据这个美国疾病管理局 或者是美国这个野外医学委员会 他们目前的这个定义 所谓中暑就是中心体温40度以上 然后有意识的改变 或神志改变 比如说 意识的改变 就是人不清楚了 有点神志不清 神志不清 然后或者有抽搐 那个全身的抽搐 不是局部的抽搐 是全身性的 通常那种抽搐也会造成神志的人不清楚了 是 通常就简单定义就这两个 那如果是热衰竭 通常人是清醒的 那他的常见的症状像头晕 头痛 恶心 呕吐 虚弱 这些的这种现象 就是所谓的热衰竭 那他的温度通常在37到40度之间 其实也是高温啊 相对比较低一点 通常最严重的 我们就是认为中暑 他已经到温度非常高 神志不清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了解 诶 医师您这样讲 我突然想到有一次 反正就是呢 早上我们有一个家庭聚会 然后我那天调闹钟就调错时间 我就很赶着起来之后呢 我妈就在急扣我嘛 然后我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就没有吃早餐的情况之下 我就出门 然后是 我记得是六七月的大热天 真的很热 然后我们那个家族聚会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 就我就进去之后就跟大家讲话 然后讲到一半 我就突然一阵的 就是觉得头很晕 我就是跟他讲说我头很晕 然后我呼吸困难 然后我妈以为说我不想跟亲戚聊天 下一秒钟我就昏倒 我就发现我眼前一片黑 然后就整个昏倒 然后后来大家就把我移到旁边去 然后让我吹风啊 如果我是这样子的现象 会比较接近是热衰竭还是中暑 如果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还有一种叫热昏诀 那我应该是热昏诀 热昏诀 热昏诀最常见的就是 比如说很多学生在大太阳下召会 或者是有时候这些跑者 他们开幕式在上面 长官在讲话 这真的很长 你知道如果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空拍机很流行 如果这是校长 这是真的在讲话 说大家在大太阳下赛 你就会看到有些人这样 就是感觉很像骨牌效应 大家就倒下来 这是热昏诀 这一般这叫热昏诀 那热昏诀到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的在热的时候 我们正常的生理反应 是血管扩张 对血管扩张 血管扩张 我们的中心的这个血流是不够的 可能造成脑部的血流不够 然后就昏倒 了解 那其实这个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预防的方式 当然第一个是不要太热 那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一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如果在站立的时候 脚趾头要动 虽然有时候要站着直直的 不是 可是我们都会被讲说 你看学生们都会被讲说 那个谁 有没有 无意配 不要动来动去 他可以脚趾头动 脚趾头动 只是脚趾头动呢 我们的静脉 就会 血管就会收缩 了解 那静脉血管收缩 这些静脉血 就会再回到我们的循环里面 就比较不会造成我们全身 这个血流不够 造成脑缺血 造成热昏厥 这跟真的可以学起来 我发现脚趾头动这件事情 好像可以适用在很热的时候预防 或者是说 譬如说我很常去滑雪 在冰天雪地 你一直站在那边的话 你要促进血液循环 也是要脚趾头动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产热的一个 当然肌肉的活动 但它其实产热很少 了解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三个 一个是中暑 一个是热衰竭 一个是热昏厥 还有一个热筋卵 热筋卵这么多 对 那产生这四种的热伤害的来源 会是不一样的吗 基本上它都是产热大于散热 那基本上另外还有一个 它就是跟盐分的相对不够有关系 尤其是热筋卵跟热衰竭 当然中暑也是盐分相对不够 是 就是除了水分不够 它盐分也不够 所以目前建议呢 这几个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就是要补充等张或高张容易 什么叫做高张 什么叫等张跟高张呢 就是我们一般我们生理时间水 就是每一公升 有150毫米的盐分 是 那以前大家常常想说 喝运动你要到底够不够 对 其实如果我们短期打个篮球 打个二三十分钟 可能这样就够了 那如果要目前建议 如果要跑半程马拉松以上 中间就是21公里以上的 目前这样子参与这样的活动 都建议要额外的补充盐分 光运动饮料是不够的 哦是哦 对 那运动饮料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生理食言水 所谓的等张是150毫米每一公升 是 那我们白开水是零嘛 接近零 是 那如果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饮料 相当于大概市面上买的大部分 大概就是20左右 如果 那不高耶 对150来讲 其实零跟20是差不多的 哦 对啊 对 所以国外的研究呢 就是如果参加比较长距离 或长时间的这些运动活动的话 是是是 一定要额外补充这盐分 不然的话会造成严重的这个低血纳 了解了 低血纳是不是会有造成 假设如果真的严重 也会有生命危险 有对 也会意识上市 假设如果我真的在进行很长距离的运动 对 但我只喝水 或是我只喝运动的饮料 其实是有 不行的 是不行的 对这样 这样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这盐分不够就容易造成抽筋 严重一点就会造热衰竭 甚至是那个中暑 所以一般在运动的一个状况下 如果造成神志不清 就是意识改变了 对 那通常最常见的两个原因 如果体温很高 就是中暑 中暑 如果体温接近正常 最常的原因可能就是低血纳 所以低血纳的状况 只会发生在运动的时候吗 那不一定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是水过多了 水过多 就是纳相对不够了 了解 那我们要怎么去注意呢 譬如说我们要怎么正确的 听众朋友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因为不要以为说我们夏天 台湾人应该很会抵抗热了吧 可是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无论是中暑热衰竭啊 因为热伤害 而譬如说突然间咒事的人 其实大有人在 所以其实大家要小心 这些知识如果吸收了 你可以赶快跟身边的朋友讲 尤其是台湾人太爱在夏天 从事物户外活动了 就是如果我们要大量喝水的时候 对 不要忘了还要补充盐分 那曾经针对波斯顿马拉松啊 他们就是马拉松跑者 跑到终点 大概有13%的就会发生这个低血纳 比例很高耶 大概有千分之六会造成非常严重 可能神智改变的这样低血纳 很可怕耶 在台湾您因为常常会在 这个马拉松现场 台湾也很常发生吗 台湾也有 台湾也是有 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刚刚说 譬如说只光喝水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分两派啦 有一派就是一定要 可能有含糖饮料 或是要有一点味道 有一派的人就说 我们应该就是要喝白开水 可是假设如果大家忽略了 你是在长时间的运动 你的体能或什么的 你在消耗太多的时候 你只喝白开水不行 要一定要补充盐分进来 就是那 那您又刚刚又说了 假设运动饮料也不够 那怎么办 要补充什么 要额外的这些比较闲的东西 闲酥鸡 比较闲的东西 闲的东西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补充些什么 给我们一点建议 像之前呢 我们台湾有一次去 那个希腊 他们参加世界杯 那个希腊七天的超级马拉松赛 是 我们台湾就带什么 带我们宜兰的这个名产 对 蜜金级 蜜金级 它里面糖分很高 因为他们通常在运动 目前建议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那另外它的盐分 也有相当成分的盐分 一方面帮忙台湾推销一下 这个产品 这个很棒 我们其实要去网罗 譬如说 有没有 是台湾各地 各个乡镇县市 我们产出来的 有没有 高碳水化合物 要有一点钠 然后呢 让跑者又可以随时补充 还可以推广台湾的 这多好 所以如果说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 补充一点盐分的东西是可以的 饼干呢 咸的饼干呢 目前建议要 就看个人喜好的这些食物里面 都可以稍微比较闲一点 了解了解 假设如果说台湾人 其实很爱爬山 尤其是现在 前阵子在防疫 大家说要保持社交距离 很多人都是往山上跑啊 或干嘛的 可是我发现 很多人爬山会以为说 台北市近郊 阳明山走一走 七星山那种走一走 应该也还好 可是就忘了要带补充的水分 补充的水分 还有补充的一些粮食 盐分也很重要 像我们 因为我之前也常常去御山 宛宛您的那个level又比较高一些 高满点 像爬 比如说爬御山 我们很多在快到这个排云山庄 很多人脚抽筋 其实它就是 可能就要补充盐分 它常常大腿抽筋 因为我们上坡的这个 常常有大腿抽筋 当然我们在治疗抽筋 还有其他的 当然比如说 要让肌肉这个冷却啊 这个避免这个热 那另外的话 补充盐分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哪条肌肉抽筋 要把哪条肌肉拉长 不是 这是一个目前的 我们自己啊 一般人真的无法判别 譬如说我最常抽筋的地方就是 通常都是我穿高跟鞋 然后久站 站很久在主持工作的时候 然后可能主持完一场尾牙 下来之后 晚上回家 那个脚趾整个大扭曲 就很像大法师 你知道吗 就整个这样卷在一起 然后你怎么拉它 跟怎么舒缓 真的很痛 然后但是 一下子又来了 就是 那我怎么办 假设如果一般的民众抽筋 到底要怎么处置 我们一般是就拿一条肌肉抽筋 把他拿一条拉长 我们比如说我们小腿 我们常常我们拉脚底板 拉脚底板 那小腿抽筋 但是大腿抽筋就不能这样拉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国内好多的这些活动 比如说尤其是上坡的活动 那特别容易大腿抽筋 是 大腿抽筋反而是要反过来拉 反过来 反过来拉 反过来拉的话 那意思现在 就是 很想要示范给我看 比如说我们拉我们的这个脚踝 脚踝 往后拉 往后拉 或者呢 就假定它是 我懂了 就是有点拉到大腿前侧肌肉 对 就是我们的前面股四头肌 中心就是 就是往后拉 我现在听到你讲股四头肌 我好亲切 因为我健身教练也都每天跟我说 我股四头肌不够强壮 要训练 不然我这样上坡下坡 或什么的 没有办法保护膝盖之类等等 所以就是股四头肌 如果有健身的朋友 一定我们知道在讲什么 那如果没有健身的朋友 没关系 就是大腿前侧那一条 就等于算是 把小腿有点往里面折 往后面 往后面折 对往后面折 然后你会觉得前面 小腿的那个脚跟 靠近我们的臀部 对 前面是紧紧的 那种就是有拉到 这样就拉到前面的股头 所以其实我们以后要去爬山 我们都要找医师一起去 对没有 找高医师一起去 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他毕竟是 急诊室的主治医师 他应该很知道 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 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说 假设如果大家在 运动的过程当中 当然要多补充水分 补充钠之外 但是如果是抽筋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 适时的补充钠 会减缓抽筋的状况 目前的话就是 因为它的 这个重要的原因 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不是 对 就钠相对不足 就盐分相对不足 所以要补充盐分 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休息 我们这一段 就学到蛮多了 好的 下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 今天我们高医师 真的太厉害 请郎相说 因为毕竟他有 很多的临床经验 又在各大的 马拉松赛事 你看他刚讲登玉山 他有到 就是也有在旁边 他自己也登玉山 所以呢 待会我们还要注意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广告之后再来 青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 最有近 7月5号星期天下午5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经验非常丰富 我们北医的 急诊室 医学科的主治医师 高伟峰高医师 任在现场 好 医师 所以您刚说 您有去这个 玉山啊 玉山爬过几次 我登顶过30次 天哪 你是因为真的很爱玉山吗 还是说很喜欢享受 站在第一高峰的感觉 在年轻的时候 就去过那里 然后后来有帮玉山 规划这个 紧急医疗救护 然后所以也走过很多的 包括这个八通关古道 玉山古道 等等 这一些路径 听说您101登高赛 您也有去参加 对 我之前负责过很多次 这个101登高赛的医疗 那我很想请教 就是101登高赛 您有爬上去吗 还是说您只有负责医疗 我通常医疗结束之后 我就会去走一次 我目前 何苦呢 从一楼走到91楼 走过12次 您何苦呢 一方面去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一方面给自己再训练一下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之前曾经在我自己的 这个粉丝团 发了一篇文 我说呢 因为现在台湾有很多山 其实就是风景很漂亮 有一种山 我完全感受不到它的 就是带给我的正面回响 就是那种一直走楼梯的山 因为一直走楼梯 它就是没有别的 就是你没有爬在大石头上啊 没有爬在树根上 那种没有很wild的感觉 一直走楼梯 这件事就是很routine 就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到底101登高赛的人 为什么年年都有这么多人 还有国外的人来报名参加 乐趣在哪里 我今天真的 你知道高医师爬了12次的101登高赛 来乐趣在哪里 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种 对自我的一种挑战 而且它时间不用很长 比如说我们去御山 可能要花两天或是三天的这个时间 当然那也是另外一种 很多人对这个是觉得是 人生这辈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对对 那其实101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一个 对一个很短时间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挑战 了解 你很喜欢挑战自我 对不对 也有人说 急诊医师的特性 就是喜欢这个挑战 各种挑战 因为每天我们遇到病人 都是一种挑战 不知道会来什么样的病人 所以我懂了 为什么高医师对于御山 他可以爬30次 然后呢 101登高赛可以爬12次 因为在急诊室的医师 每一天都要面临各种不同的挑战 所以对你们来说 那种挑战已经是还好 预算是还好 没有在急诊室那么的五花八门 其实急诊每天都是 可能我们会遇到 不知道下一个病人是什么样的 对啊 你可能一样都是出血 可是他出血原因不同 那个什么什么不同的 那其实都要非常的 很快很准的 然后去判断 这是我真心很佩服急诊的医师 谢谢 谢谢支持 他刚冷冷你跟我说一句 谢谢 谢谢支持 不是因为我每次到急 我每次到急诊室的时候 不是啊 不是每次到 我们也不是很常会进急诊室 就是真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 才会进急诊室 我在急诊室待的时候 我其实身体已经非常不舒服了 可是我都每次看到你们在那边 跑来跑去来来往往 我都觉得你们好辛苦哦 因为我都会觉得前面的人 虽然我也也许我的挂的号比他们前面 可是比我更严重 更需要被紧急处理的人有很多 所以你们每一天要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多 真的很谢谢你们 台湾有你们真好 我也谢谢你 突然这样来了 主持人那个宜佩的支持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真的真心真心 因为我觉得世界各地的急诊室的医师 还有护理人员哦 其实都非常要值得尊敬 好 我们回到了主题来 好不好 假设如果这个热伤害 假设我们真的产生热伤害 我们刚刚有讲过很多种 比如说中暑 热衰竭 热精卵 热昏厥之类等等 到底 我看到一个数字 其实我有吓到 中暑会导致死亡的比例 其实是不低 对 怎么会这么严重 在美国 他们曾有个非常大规模的研究 就是说 其实中暑的死亡 比在美国所有的天然灾害的死亡 加起来还要多 所谓天然灾害 包括洪水 什么龙卷风 全部都加起来 反正就是天灾人祸的那种天然灾害 对 什么闪电等等 加起来都还要多 中暑 比例还要高 对 目前中暑是运动员 造成死亡的前三大原因 那表示大家其实尝试跟知识 都没有做到非常多 以为自己体力可以 运动员 其实我们通常体力是比较好的 体力已经很好了 但是中暑是他常见的死亡的原因 哇 这个报道让我还蛮shock 因为我想说 既然他不是一位 就是素人跑者 或是不是一位素人运动员 不是业余的 已经是成为了运动员的话 他的应该说体力上来说 或者是对于运动的尝试知识来说 应该有比一般人还要好 但即使是如此 也是致死率 在运动员的死亡原因前三名 对 他仅次于第一个 当然我们第一多的 当然就是一个外伤 外伤 就是头部外伤 颈部外伤 了解 那第二个就是心脏病 是 因为很多人其实他 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 嗯 那美国的报告 二岁以上 20%有心脏病 那心脏病 第一个症状就是心脏停止 第三个就是中暑 嗯 所以中暑在运动员造成死亡 是一个常见的原因 嗯嗯 那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些 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的 其实基本上他都是体能很好的 嗯 当然 这些选手 去年12月那个台湾马拉松 其实就几十个这个中暑 还不是几个而已 了解 嗯 那如果说一般中暑啦 像如果说已经您有在现场的话 一定会帮他就是做医疗的一些处置啊 然后比如说要散热啊 再淋水啊什么之类等等 但如果一般民众的一些观念 我不知道 我今天刚好跟医师来提出来 让医师来告诉我们说 这到底可不可行 很多人都会说 你可能中暑之后 一般坊间都会说啊 你没有食欲 可能会觉得想吐 或什么没有怎样的 然后一段时间自己不知道 觉得身体不舒服 很多人都说 那不然你就来刮痧好了 在您的观点来看 这个刮痧是有办法帮助缓解吗 那当然刮痧它不是最重要 当然它也有一点点功能 嗯 那它不是最重要的 那个治疗的这个功能 它一点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让我们末梢的血管扩张 是是是 有一点散热的功能 了解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要快速降温 嗯 那目前对于这个中暑 其实是先降温再送医 其实先降温其实更重要 那刚刚降温最重要 当我们说最简单 最有效的是泡在水里面 泡在水里 就投漏出来 那但是实际上有时候 很多地方并没有办法执行到 那再来就是山风洒水 嗯 就是把它身上撒湿 然后用各种的 比如用扇子啊 用纸啊 用板子啊 帮它那个扇 那如果有那电风扇 这一类的那个风 那当然是更好 嗯 那如果真的一旦上车 人气就要开到最强 假定在救护村里面 通常就是人气要开到最强 风要开到最大 是 然后 因为蒸发 山风洒水 这是一个 还是一个 有效的一个 那个治疗方式 了解 嗯 其实台湾民众哦 我身边的有蛮多朋友 夏天会常常出现一种状况 譬如说 就是一直觉得 省省 然后有点没食欲 然后又一直觉得 有一点想吐之类等等的 因为这种状况 通常会发生在 譬如说我们早上去 从事了一个户外的活动 也有撑伞啊 啊 也有擦防晒 什么之类等等 可是 就是也没有真的 曝晒到太阳下面太久 可是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如果是宁宁 会怎么来 这个可能是 其实可能还没到中暑 它可能是热衰竭的 这个 热衰竭的症状 对 那刚刚提到 其实我们说运动员 他可能会中暑 其实非运动员 其实中暑也是很常见的 是 那比如说 我之前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因为之前我在台北农中 那个 结果在台北农中急诊 那我们那时候 印象最深刻 有一个住在顶楼 他的太太呢 事实上是非常怕 怕冷的 那她是非常怕热的 是 我们顶楼 为什么会比较热 就是温室效应 就像我们在夏天 我们汽车放在户外 你放那个几十分钟 汽车里面 就可以到五六十度 超级可怕 里面是烤箱 就可以到五六十度 对 那顶楼的话 也是一样 那后来她跟她太太妥协 就是不开冷气 不开电扇 窗户也全部关起来 所以那里面呢 她就非常热 那她就大概中午 大概十二点半 其实预防的话 就是可能要吹风 要洒水 另外我们多补充水分 这个也是可以预防的效果 了解 那如果夏天 我们如果都不要去户外 我们在室内 有没有办法 就是是不是在室内 假设如果没有处置好 也有可能 也许热摘结果中暑 为什么 哪里做错了 假设没有吹风 然后 没有让它对流 对不对 对 没有风 它的环境温度还是很高的 当然如果在冷气房 应该中暑机会就很小 对啊 像我们看 我们现在在那个什么 波音室里面 这种温度多舒服啊 但是除非有一些药物 其实也有影响中暑 尤其是一些影响排汗的药物 哪些影响排汗的药物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些 感冒的鼻塞药 抗阻止痰 那个都会影响排汗 因为我们知道 在热天的时候 排汗是非常重要 那再来有些肠胃炎 我们用一些抑制 常着蠕动的这个药物 这个也会影响 那另外还有一类的 就是会惨热的 比如说 那就是比如说毒品 安非他米摇头丸这些 它就会惨热 也会造成温度很高的 就惨热的过度的增加 了解 那如果说啦 很多上班族 在办公室很舒服嘛 吹吹冷气 可是中午去外面 非常的热 你看像七月份 外面动不动就三七三十八 体感温度又这么高 这样子在忍热 这样子不断的 这样不断的交替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 其实原来从很冷的 那个冷气房出去 其实目前认为这样是 更容易造成热伤 真的假的 所以目前对于这个奥运 他们来这个建议啊 假认是寒带人要到热带来参加这个夏季奥运 对 他最好要适应五天到一个礼拜 哦 热带的人要去寒带参加冬季奥运 是 他最好要适应五天到一个礼拜 我们身体对这种这种冷热的这个适应 还是要要一点点时间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中午去买个便当 然后五天之后再去买吧 不过那个时间很短 当然影响很小 对对可是问题是 但是如果他要比较长时间的 假认出去要走了比较长的长距离的 那就那就影响就会有影响 那一般的一般的上班族 或是一般的民众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多补充水分 那尽量在阴凉的地方 哦不要去太阳曝晒 对对那当然目前当然也有一些 闪啊或者什么 他可以就是防止 比如说戴帽子 了解 他可以防止这个 头顶直接接触的那个 紫外胸致阳光之类等等 这样子就减少这个热的这个曝晒 了解 那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已经流了很多汗 哎其实我讲的这些状况 都是你们平常真的会遇到 在外面流了非常多汗 然后一进室内 譬如说有冷气房 冷气给他开到最强 这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吗 当然这也是一种伤害的方式啊 如果但是在 我们原来是血管扩张 我们在热的环境中 如果这个一进到这里 开热很强的话 血管收缩 对 轻轻了 那对某一些有病况的 比如说心脏血管 他血管急助收缩 不能突然之间 他血压可能就会增加 这些可能是有 这些就会有一些影响 了解 对一般健康人 可能当你一下子就这样问了 他影响可能相对比较小一点 了解 那如果在夏天的话 有没有建议民众要怎么样穿 第一个大概就是排汗的 因为我们汗是我们在夏天蒸发 蒸发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 再来就是相对比较淡色的 浅色系的 对 浅色是光的全反射 他就比较不会 难怪你今天穿淡蓝色的 真好看 就是像类似叫浅色系的 对 因为光的全反射 他比较不会吸收光的热能 相对是比较少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夏天撑黑的伞 就是早死吗 没有啦 因为有一些黑的伞然后里面有涂一层 你知道吗 那种防晒的那种成分 那也不至于 因为他毕竟他还是有 那避阳光的作用 当然他对这个热的吸收是相对是比较强一点 所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是选择比较浅色系会比较好的 了解 他又可以那个避到这个阳光的 是是是 然后呢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 然后就是另外就是补充水分 跟盐分 因为这个水分多补充 他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个这些相对热脊症 那这些热脊症到后来 他通常水分脱水是非常严重的 嗯 了解 好 最后我要补问一个问题 问医师 因为台湾人非常爱喝 手摇引 有些人确实是他们 可能没有办法 喝真的完完全全的纯水 那假设如果说他们真的要补充水分 这是我自己也很 还蛮有疑问的 就是说 水这件事 譬如说我们大家说 正常人也许一天需要2000cc的水 当然看你的体重 不一样 需要的水分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应该是要2000这个门槛 但如果有些人真心不喜欢水的味道 我喝茶 或者是喝含糖饮料算吗 这也是 也是有帮助的 有帮助 对对对 因为一般我们如果 尤其在活动的时候 这个含糖饮料其实很重要 这可以的吗 因为碳水化物是很重要的 哇 你终于帮我们找到一个 可以喝含糖饮料的 因为有些女生要减肥 有没有 夏天露出来的地方很多 然后就想说 我要很痛苦 要喝那种无糖的 所以如果在运动的时候 是可以喝的 就是 雅琳真正在运动 其实要有糖 相当比较好 运动可以喝有糖的 有糖的比较好 因为对 目前就是碳水化物 会增加这个运动的这个表现 嗯 了解 这是医师说的 大家可以笔记起来 碳水化合物 其实是可以增加运动的表现 今天真的从 高医师的那个 嘴巴里挖了很多宝出来 希望大家都有笔记下来 然后呢 夏天其实 假设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我们都可以请教一下高医师 好不好 下次再来我们节目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